6月23日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中国完成了一个伟大创举 在西苍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椅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55颗导航卫星 即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主网卫星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主网卫星发射成功 标志着我国导航卫星即将完成全球主网卫星 也标志着我国打破了美国GPS全球导航系统的垄断 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 而且我们还是提前半年完成了任务 真的是振奋人心 忍不住为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拍手叫好 虽然我们都知道北斗导航系统很厉害 但怎么厉害以及它的意义有多大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 我想借机和大家聊聊 我们的科学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完成了这个伟大创举 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导航系统有多难 全球一共有几个导航系统 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是美国的GPS 除了GPS之外 只有三个全球卫星导航计划 一个是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 一个是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 一个是欧洲的加利略导航系统 除了GPS之外的另外三个导航系统中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因为投入的资金不够的原因 暂时已经放弃了全球主网 并且和北斗进行了技术对接 未来格洛纳斯在全球的导航信号 就会接受北斗的支持 欧洲的加利略计划 倒是比北斗更早完成全球主网 到2019年7月一度瘫痪了100多个小时 还是在中国的技术帮助下才恢复通讯 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事实上真正给力的 能够对美国GPS导航系统构成挑战的 就是中国北斗导航系统 所以导航系统实际上做得成熟的只有美国一家 而中国这是后起之秀 为什么做导航系统那么难 因为涉及的科技领域太多 需要的投入太大 要做导航系统 首先得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一是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 就不具备全球导航系统的开发条件 加利略计划十几年时间 仅仅导航系统投入就投了150亿欧元 北斗我国研发了20多年 投资也是天文数字 没有经济支撑谁玩得起 哪怕军事科技水平录俄罗斯 最后也暂时的放弃了 让格洛纳斯全球阻碗 二是需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科技水平 这个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 航天大国强国 否则就玩不赚 你不可能靠别的国家给你研发 只能够自己国家来 而且航空航天的科技都是顶尖科技 货买也是买不到的 然是需要巨大的民运市场 没有足够大的民运市场 这么巨大的投资是根本无法收回的 发挥不出相对应的社会价值 那么这种投资就非常的不划算 所以像经济发达如绿本 也没有办法去搞一个导航系统 其市场空间支撑不起来 当然绿本也不具备那样的航天技术水平 美国也不允许它那么干 基于上述的商店原因 决定了全世界能够搞导航系统的国家 屈指科数 而能够搞得成熟 搞出产业的 现在看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 欧洲在这方面都不行 因为欧洲没有互联网行业 之所以说中国彻底的打破了美国垄断 是因为北斗导航系统完全的基于自主研发 完全不受制于人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打破垄断就有三层含义 一中国不再受制于人 有人说GPS不会停止服务 所以不存在安全问题 这都是缺乏对技术的基本了解的小白言论 之所以说GPS受制于人 在我看来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芯片技术上受制于人 系统是别人的 底层核心技术也是别人的 标准也是别人制定的 所以只要人家在芯片等关键的元器件上卡搏制 我们就傻眼了 这是第一层的受制于人 二是我们不懂得别人卖给我们的 包括芯片软件系统在内的技术细节 如果别人的硬件的芯片上 或者是软件的系统上装了开关 到时候通过调整信号 就可以导致使用GPS系统的设备瘫痪 三是美国可以通过SA技术发射干扰信号 直接让接受导航的系统出现误差 错乱信息 从而线路瘫痪 这种受制以后我们就没有了 这当然是打破垄断的巨大好处 当然像在军事领域犯在过去 关键时刻 美国可能会把对手的导弹变成瞎子 但有了北斗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至极的主导 而各国不再受制于美国 中国受制于美国的 其他国家也一样受制于美国 美国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霸权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各国都要向其屈服 美国随时可能用这种手段 欺压这些国家 各国为了质保 只能够冷气通生 现在不同了 有了北斗就可以不用GPS 中国受制于人的地方 各国也都不再受制了 中国不像美国 中国不是霸权国家 主张平等互利合作供应 所以中国不会用这个作为工具 来打压他国 这一点和美国具有本质的不同 其他国家不再受制于美国的内涵 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抓手 又烧了一个 所以客观上也是给美国的霸权主义的 一记重拳 有了北斗导汉系统 美国再也无法拿导汉系统 胁迫他国了 白宫再想拿这个要挟别人 也就不灵了 想导汉相关的科技进步 与经济发展不再受制于美国 为什么说导汉领域的科技进步 会受制于美国 因为美国搞这个的目的是为了挣钱 在英文领域具有垄断性 这就决定了他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 会利用这种垄断获得超额利润 GPS导汉信号虽然是免费的 但相关的芯片系统的产品 却不是免费的 美国会卖很高的价格 贝斗导汉芯片现在已经做到了六块钱一斤 而之前GPS的导汉芯片是很贵的 贵的时候甚至达到了上千元 现在据说也降到了和贝斗芯片差不多的价格 芯片等硬件成本大幅度降低 意味着高各种应用研发的门槛大幅降低 相关的导汉产品的技术进步速度 比过去肯定会快很多 导汉系统应用的越来越多 几百上千块一片的芯片和几块钱一片的芯片 哪个更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当然是后者 然而如果没有北斗导汉系统 和中国与之配套的产业发展 美国都将处于垄断状态 各国都只能够接受美国的磅剥 可能有人会说 为啥这些产品被中国移做 成本会下降这么多 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有三个 一 中国在做到很多的科研投入都是公益性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同 中国政府主导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公益性的 北斗导汉系统是国家投入资金研发的 国家投入研发追求的本身就不是利润 而是综合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回报 所以北斗巨大的投入在经济运转中 是不追求投入产出的纯战略性投入 也就是说像北斗这种持续二三十年的 投资规模达数百甚至上千亿的巨大投入 不会有利润和投资回报的追求 这和西方的企业投入产出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如此阶段的经济和时间成本都未计算到产品当中 想想会降低多少成本 中国政府的公益性 决定了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好处 二 中国与美国的价值理念完全不同 中国追求什么 中国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一龙俱龙一顺俱顺 共同发展共享收益 美国追求什么 美国追求一家独大的霸权 追求美国优先不惜顺能利己 甚至顺能不利己的事都敢 中美的观念不同 决定了在国家层面的利益取向上的差异 美国的逻辑是把全球的发展利益吃干抹尽 中国这是希望大家合作共赢 共享发展成果 这种世卫逻辑的不同 也决定了中国不会坑其他国家 中国不会干顺能利己的事 也不会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 中美的这些逻辑差异决定了 中国的产品定价会更趋于合理 是不过于追求垄断回报的 三 中国的市场空间足够大 会大大的贪低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市场空间要更大 足够大的市场空间 可以大大的贪低 相关应用产品的研发成本 导航系统现在应用在方方面面 相关的技术研发生产成本都大幅降低 这壁狼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好处 能够提高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 非斗导航系统说带来的战略好处太多了 我们今天说的也只是冰上一角 未来大家会体会讨更多 而且会越来越深 只是像美国的相关产业 这会越来越痛苦 因为没有那些超额利润了 美国为什么想掐使中国 为什么想掐使华为 这就是原因